大家好,我是老孙 关注我了解更多实用的养鱼知识与技巧 我现在是在我们当地的一家大型的锦铃养殖场 之前给他订货订了一批查理 没想到我之前的一个视频介绍了这个查理 是带头大哥之后,这个查理也变成了抢手货 好不容易找到了这家渔场里面有 今天来拉货 这个渔场的具体的信息名字和地址 我会在视频的最后里和大家说 先带大家看一看它渔场里的鱼 它还有一个大的养殖场 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敞篷 它有一百亩的养殖基地 没在这一块 改天有时间我和大白开车带大家去看看 你看 看 看这堆查理 来 这个查理个头比较大 应该是三四十公分以上的查理 这个这批货不进那么大的啊 一会大家看进货的那个小的查理 还有这边的池子 都是卖的啊 都是 都是这个渔场我爱卖的鱼 但是呢 你像这种个头的五六十公分四五十公分的 基本上得包池子啊 也就是说你买一条两条人家不卖 没法给你捞 价格确实不会啊 但凡老孙和大白能有那么大的池子养这种大个的 肯定包他一池子回去养 你看多漂亮啊 呃 再看看这边 这边 据老板说 这个池子里面的鱼啊 有它的种鱼 呃 大概有那么三五条是 日本陶太郎鱼厂进口的种鱼 呃 当然了 按照老孙现在的渐场水平 我还真看不出来哪条是陶太郎鱼厂的啊 有没有懂行的朋友啊 能认得出来啊 我给大家拍慢点 还有这个池子里面的 你看 这个头 这花色 哎呀 反正 我感觉啊 这个 从价位上来讲 这些鱼啊 绝对超纸 只不过就是 现在我们那个池子养这种鱼有点小 看这个大茶里 这个大茶里 最少得有个五六十公分 看 你看 你看 我问了啊 这一 这一池子都能卖啊 老板说 唯独这个茶里不能卖 哎 怎么吓跑了 还有这边 这两个池子 看 这里面也是一样啊 价格 我我感觉啊 非常的便宜 但是包池子 一两条不卖 这边 行了 带大家看看咱们进的货 已经用这个网兜网上来了 现在这些茶里 已经放到我们这个大帆布池子里面了 哎呀 这个计划稍微又有点变动 本来打算 把这一 二 三 三个地方全都弄上 帆布池 但是那个帆布池不翻车了吗 呃 到时厂家发货的那个帆布池 有一圈没有打眼 没法挂 然后这边呢 是因为 呃 做这个架子的三角片 不够用了啊 然后今天才收到买的三角片 一会把它织上 然后现在只能委屈他们 都在一个池子里待着了 呃 看看这批黑咕咚咚咚的小家伙 视频里面好像看不太清楚哈 呃 这批茶里呢 基本上 呀 茶里也就是那几种啊 也不是基本上了 呃 黑茶 然后红茶 还有银茶 就银银茶里 呃 小个头的呢 现在 看上去黑咕咚咚咚的 呃 还没长起来 长起来之后就是银银的 或者金银的那种 呃 还有几条活铃我看着不错 我也把它留下了 你看啊 视频里面可能 呃 效果 没那么明显 我就不捞了 捞起来之后拿在手里 那个银片闪闪发光 特别的漂亮 这个茶里也是啊 捞起来之后 那个银片闪闪发光的 呃 真的没有想到 哈哈 啊 这个茶里竟然比 目前来讲 在我这比 红白还要受欢迎啊 因为我之前拍了一个视频嘛 就这个水池 哎呀 请忽略这一池子 绿水啊 这几天 温度突然升高 然后有小球岛 水变绿了 呃 杀菌灯还没到啊 到时候再给大家 放杀菌灯看效果吧 呃 没来机搭理他们 呃 之前就这个 大茶 呃 说这个茶里是带头大哥 能带动整个池子的 鱼的 这个活跃度 啊 带他们一起嗨 啊 这个平易近人 啊 非常的亲近和人 呃 那好多朋友就开始找我 说老孙你给我整点茶里啊 没想到之前老孙也不怎么喜欢的茶里呢 现在还成了强手货 呃 好多朋友现在也着急了 说怎么还没弄来啊 怎么弄来了吗 啊 定水几天就可以给大家发了 嗯 这一词子还挺漂亮啊 但是这里老孙还要再给大家 呃 多啰嗦一句啊 就是这个茶里啊 不是 是 他是鱼界二哈 就是 很容易就能 养出来那种啊 咬你手指的和你玩的那种状态 但是也不是说 你一拿到手 这个茶里就咔咔就找你玩了 也得养一段时间啊 养熟了啊 比别的鱼 呃 好养啊 行吧 那这个视频就不多啰嗦了 我和大白我俩还得 把这个低流香给它架过来 把水泵给它弄好 然后还要把这个架子 今天给它搞定 把另外一个池子也搭起来 明天 把这些茶里分一半 放到另外一个池子里面 呃 好多事情要忙 咱就不啰嗦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和老孙交流 我是老孙 关注我 了解更多实用的养鱼 知识与技巧 咱们下期 再见 啊 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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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啊 差点挨骂 呃 今天去的那个 井里养殖场 是山中城 井宁市 鱼台县 大唐 进口井里养殖基地 呃 行 再见 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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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